帮助他 约他在桥上见面 多斌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他收拾东西准备出门 却正好撞见了回来的后妈 多斌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连连后退 后妈发现了他手上了NP3 一把夺过 听到里面的内容后 后妈勃然大怒 又是拳脚招呼 多斌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而屋内的动静 正好被送礼物的小胖发现 他赶紧打电话给社工 社工一路飞奔赶往多 上面是他从未见过的亲生母亲 他渴望母爱 却爱而不得 相信在社工的关爱下 女孩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是根据韩国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